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共紅二代 中國的地產商人稱任大炮的任志強 他就在今個月初撰寫了一篇文章 在這篇文章裡他就不點名地諷刺習近平 說他是一位剝光了衣服 都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 於是到月中他就被當局帶走了 至今下落不明 根據美國之音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原來任志強是遭到當局的樓置 他的大兒子和秘書同樣被拘捕了 而他的妹妹和家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到底任志強在他的文章中如何作出諷刺呢? 他是這樣寫的 我好奇並且認真地學習了這篇偉大領袖的講話 但是我從中看到的 就跟各種新聞媒體和網絡上報導的偉大 就完全相反了 那裡站著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 而是一位脫光了衣服都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 儘管他高舉著一塊又一塊的遮醜布 試圖掩蓋自己根本沒有穿衣服的現實 但是都絲毫不去掩飾 自己堅決要做皇帝的野心 以及是誰不讓我做皇帝就要你滅亡的決心 他在文章中將他所批評的對象寫到枯之欲出 其實是人都會意會得到究竟你想批評誰 本來這篇文章只不過是在一個小圈子裡頭十多人傳閱 後來不知道是誰幫他傳出公海的說 有人拿著這篇文章去問任大炮到底是不是你寫的呢? 他一回答說是 馬上就招致到目前的後果 所謂的留置 原來就是監察機關用來取代商規的措施 留置的時間不得超過三個月 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延長多一次 而延長的時間同樣都是不得超過三個月 到底任志強將會留置多久呢? 根據法律法規所說 他最多會被留置半年 因為三個月再加三個月 這件事最少反映得出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在中共的極高層當中 有些人就開始不滿習近平的表現 這個很大程度上 就是基於這個非常時期所使到的經濟下滑所導致 第二就是就算你是中共的極高層權貴也好 原來都是連絲毫的發言權也沒有 都是連言論自由也沒有 一旦你寫得出這些大逆不道的文章 你依然會招致一些後果 王岐山跟任志強其實關係一直都密切 因為王岐山曾經擔任過任志強在中學的輔導員 但王岐山上一次已經救過任志強 因為任志強也很喜歡寫東西 上次也是寫了文章得罪了習大大 王岐山就幫他求情 不過今次王岐山似乎就神隱了 根據美國之音引述的消息人士透露 這件事已經定為重案 任何人都不得插手 不能介入 不能求情 可能都包括王岐山在內 至於王岐山在過完農曆年以後一直都沒有露面 亦都沒有出席到習近平的17萬人大會 這個消息人士認為王岐山在某程度上已經靠邊站 他對習近平也沒有制衡作用 如果這個說法是真確的話 意味著習近平一人集權這個制度正式確立了 以前共產黨一向都不是一人集權 是一個所謂領導集體 即是一班人來領導 在所謂政治局當中那班人就是領導集體 現在領導集體這個詞彙已經很少出現 因為領導集體已經變成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如果連小小的制衡力量都沒有了 連中共的紅二代寫這些相對隱晦和不點名的批評 都會招致後果的話 這個一人集權的制度就正式確立了 實情中共的權貴和中國的中產階級 一直以來他們都只是在聘經濟 因為他們都知道在政治權利上 是沒辦法可以獲取得到的 中共就不會放權給他們 政治權利拿不到 當然就要轉向去拿經濟的成果 所以很長的一段時間 其實這班的權貴和中產階級 一直對於中共的貪污、腐敗 或者各種漏集 予以一個非常包容的忍受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拿到一些他們想要的東西 自從1978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路線以後 其實這班的中共權貴和中國的中產階級 一直來享受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封石成果 於是就算中共無論出了什麼問題也好 他們都會選擇隻眼開隻眼閉 只要不要影響到他的經濟成果就行了 但是來到目前這一刻 已經經歷了過去兩年的貿易戰 中國的經濟就開始走下波了 但是也還有增長 來到今年的時候 終於爆炸了 因為那些歐美的訂單都不見了 中國只是靠內部的需求 是很難去推進經濟增長的 有些外國經濟分析師甚至乎是預測 到底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 能不能夠保持正數 或是會出現負數呢 都成為一個疑問了 在經濟下行 出口急跌 再加上失業上升的情況下 權貴和中產階級 就會開始挑戰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管治正當性 至於那群下崗的工人 失業的工人 更加會慢慢的職員 官乎世界歷史上獨裁國家的軌跡 當他們國內出現了經濟下行 出現了一些內部矛盾的時候 通常他們都會找一些外部的事端 來轉移內部人民的矛盾 中國的外交部正正正正在做這行為 不停挑機 實際的目的就是想將人民的矛頭指向外國 尤其是美國 是不要指向自己 到底最終是否會為了補就業 發展軍工業 甚至乎是挑起軍事的爭端 這個就言之上組 因為目前的形勢 又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 春秋戰國時期 那些諸侯很喜歡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外國做人治的治 但現在在現代中國 很多權貴的子女和老婆 就去了外國拿外國護照 自己的資產又轉移到外國 這在人類歷史上都未見過這樣的情況 因為通常去到外國是做人治的 但有些權貴就覺得去到外國才安全 這些人完全不覺得自己在做人治 所以最終會不會走向戰爭 我就判斷不了在這個位置 因為這件事是人類歷史上找不到近似的例子 如果沒有這個前仗出現 就很可能會走向戰爭 但現在有這個現象 我就比較難去判斷得到 各位益友都可以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這件事 至於日本政府又怎樣 日本政府宣布了 將會實施一個經濟對策 規模是超過56萬億的日元 其中包括一些什麼的對策 分了兩方面 第一就是維持就業 第二就是恢復經濟 在維持就業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對於收入大幅減少的家庭 每戶就發放20至30萬日元的現金 那裡在說兩皮幾東西 這真的是派錢派得最厲害的國家 第二個對策是什麼呢 就說對於維持僱用員工的企業 最多就補貼相當於工資九成的資金 他真是偉大了安倍 比起英國更厲害 約翰遜首相都說 你不要炒那些員工 我英國政府補貼八成的工資給你 日本的安倍首相說 我出九成 那你林鄭就好去學習吧 以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 再加上外匯儲備 你有4萬6千億 有4.6兆港元 絕對是做得到有餘 只不過是你不做 我再三強調是你特區政府 你林鄭月娥不去做 有權不用 有錢又不用 只懂得去搞明日大嶼 麻煩你在這個時刻 你就要開始做事 還在等明日大嶼 到時都睡得到 剛剛 第三個對策是什麼呢 通過減少固定資產稅 就對中小企業的資金周轉 提供支持 第二方面就是恢復經濟 發行餐飲業和旅遊業 能夠使用的折扣券和商品券 別人就是對焦來支援 你不讓酒吧賣酒 那不要緊 你給他一些補償 給他一些資助 一元都沒有 那你怎樣叫各行各業 和特區政府的防控措施 通力合作 全世界都會付錢 付錢就可以了 你如果沒有的 沒得好說 你又不是窮國 不是小國 你是已發展的地方 這個香港 你有4.6兆 你現在不用 什麼時候用 全球都在做相應的措施 現在有個消息 明天 行會就會召開特別會議 看看他有什麼新的措施出台 還是會繼續 來搞半桶水 無故為的措施 聽聽何柏梁總監的意見 今個星期六是很關鍵的 因為那十八萬人回來香港 就會經歷第一個週末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